生活指南 政策新規 趣事分享 旅遊貼士 還有什麼你想知道的? 美國零距離 網絡各類資訊 與你一起 資訊息 各位聽眾朋友你們好 你正在收聽的是由美國中文電台 BM1450為你帶來的 美國零距離節目 我是Yanny 在沒多久之前 超級受歡迎的Crash Punch 軟糖製造商 因為在洛杉磯的一間無證工廠 非法生產大麻產品的罪名成立 這些非法貨物價值達到 數百萬美元 法官已命令這個公司和高管 向州政府支付 1.200億美元的罰款 而這個將是 加州歷史上最貴的一筆大麻 罰款 這筆罰款的金眼 源於2019年的一項調查 加州發現 前Crash Punch品牌 背後的Vertical Bliss公司 非法生產了330萬個大麻軟糖 總價值6,400萬 雖然這家公司 擁有在洛杉磯 一家工廠生產大麻產品的許可證 但匿名舉報者 令調查人員 發現了位於 Kanuna Park的第二家工廠 而加州不允許在這裡種植大麻 經過搜查 執法人員在2019年10月 繳獲了價值2,100萬非法大麻產品 並在11月吊銷了Vertical Bliss的執照 於第二年9月 對該品牌和高管提起民事訴訟 但令人意外的是 這家公司的高管 從未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 亦令業內人士 認為這個舉動很不正常 儘管含有大麻化合物的食物 在美國法律界 依然處於很尷尬的地位 部分州允許食物裡添加大麻元素 但聯邦情面的FDA美國食品 和藥物管理局 卻禁止在食物裡添加大麻化合物 但隨著娛樂性大麻合法化 正在大埔賣向美國更多州 大麻在生活裡越來越受大家歡迎 據悉含有大麻化合物的食品 簡稱CBD食品 現在已在全美境內 廣泛出現在糖果、糖漿、油、飲料 皮膚貼片和狗糧裡 一些CBD食物甚至已在網上銷售 此前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 舉行了一場聽證會 收集了有關大麻化合物 CBD等信息 這個被視為FDA研究如何正式允許 大麻成分出現在食品、飲料和膳食補充劑裡 對於那些擔心食用大麻類食物 會令人興奮的人而言 專家表示CBD食物不會令人興奮 其中的大麻成分通常來自一種被稱為大麻異分的元素 美國政府認為THC含量低於0.3% THC是一種能導致大麻改變人體思維的化合物 目前FDA禁止在食物、飲料和補充劑裡添加CBD 但FDA正在探索其他方式而允許其使用 在科羅拉多州等一些州 州政府已經允許在食物和飲料裡添加這種物質 但在紐約市 儘管官員警告說 不允許在食物和飲料裡添加大麻化合物 但想要在餐館或零售店裡找到這些食物並不難 含有大麻的產品有煙、酒、油、鎮痛傷、藥膏、膠囊和化合物 大麻異芬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CBD 一種大麻植物的天然提取物 如今在美國無處不在 難怪你會覺得沒什麼地方賣不到 使用者說可以用它換解肌肉疼痛、焦慮、關節炎 和創傷後的應激障礙 另外不要忘記寵物狗 也有為它們準備的CBD油添加了昏育的味道 CBD消費者是什麼人呢? 基於布萊特菲爾德公司 曾在2018年夏天 對5,000名CBD使用者做了一項調查 在各州將CBD合法化之後 千禧一代是第一批開始購買CBD產品的人 30歲出頭的用戶激增 然後在嬰兒潮出生的一代裡又再次回升 這一代用戶購買藥酒、藥膏和膠囊 用於與衰老有關的症狀 例如關節炎和慢性疼痛 但是買家要小心 含有CBD的產品可能在美國無處不在 但是有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外 如果你購買任何形式的CBD 也會觸犯美國每一個州的法律 你會問如果娛樂消遣的大麻已經在9個州合法 那這個是不是有可能呢? 問題就是聯邦和州法律之間的衝突 以及大家如何替代這兩種十分不同的大麻植物 大麻和工業大麻 購買者追捧的主要有兩種大麻提取物 THC是氫大麻分 這是令人興奮的精神藥物 而CBD則不會 工業大麻被定義為THC含量少於0.3 但可以包含高水平的CBD 另一方面 因為大麻中的THC含量很高 通常種植大麻有特別的規定 那簡而易知 工業大麻和大麻完全不同 但是1970年代的美國 聯邦法律仍然將這兩種大麻歸類為一個管制藥物 同等級的還有海洛因和可卡因 這種規律一直延至今日 在大麻合法化的州 只有獲得州許可證的企業才可以種植 加工和銷售含有THC的產品 另一方面 從超市到加油站 CBD都隨處可得 CBD一直處於法律的灰色地帶 很多零售商相信 只要他們遵守州的規範 不跨越州界運輸產品 這樣聯邦法律的執行部門 如美國緝毒局將不會干涉 一位美國緝毒局發言人 向BBC財經證實 任何形式的CBD 包括來自工業大麻植物的 仍然是一級管制藥物 是非法的 她說唯一的例外 是一種名為epidialis的藥物 它包含98%的CBD 已經獲得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批准 成為治療兒童發洋釣的藥物 這個藥物由英國GW醫療公司製造 屬於五級藥物 在美國和吸收藥一樣屬於非處方藥 儘管根據大麻商業雜誌報道 美國CBD市場的零售額達到3.67億美元 但這個產業依然不穩定 而今很多家長感到不安的地方就是 現在很多看來很普通的零食入面 可能也含有大麻成份 在此前有研究發現 有13個含有食用大麻的食品包裝 看來幾乎與當下流行的零食一模一樣 研究人員收集了731種含有大麻產品 包括267種、36%含有大麻食物 這些毒物中 有22種含有8% 是故意模仿知名品牌的山寨版 其中8種使用知名品牌 完全相同的品牌和產品名稱 另外13種選擇打擦邊球 比如多力多姿和樂士 各個州都有關於毒食的包裝規定 要求在這些食物的包裝上 標明含有4分大麻分 和其他警示的標籤 但這些包裝仍然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和欺騙性 小孩很容易將它們誤以為是糖果和薯片 山寨糖果 從包裝口感和正品非常相似 紐約大學全球公共衛生學院 流行病學副教授丹尼爾 是研究團隊成員之一 他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每一袋這些食品中 含有500-600毫克的大麻 美國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稱 小孩涉及毒食可能患上重病 出現行酒、坐禍甚至呼吸困難 美國俄克埃荷馬州麻醉藥品管理局公共信息官員 吳德約得斥 在去年5月份 這個州已經有2名5歲的小孩 因為不吃這些食品而住院 現在到了年尾的季節期間 各位家長更是要提高警惕 尤其一些打算帶小孩去加拿大旅行的家庭 因為自從2年前12月中旬起 帶麻食品就已經被允許在市場上開賣 比如說一些含有大麻的飲料 香口膠、餅乾、布朗尼、蛋糕等等 甚至還會有大麻肉類食品、大麻油、大麻啤酒 大麻化妝品等等產品 而在美國的一些地方 在加入大麻二分CBD的食物和飲品看來 已經極具有活力 比如波特蘭的一家酒吧 推出了一款含有CBD的啤酒 因此家長還要對年幼的小孩 在不知名處拿到的零食留個心 在檢查確認食物安全之後 才允許小孩食用 在疫情期間 有大批人離開加州 去到一個更經濟實惠的地方 搬家的人數最多大多數集中在沿海城市 例如洛杉磯、舊金山、紐約、波士頓、華盛頓特區等等 隨著房貸利率和房價的飆升 全美近四分之一的買家打算搬到一個新的城市去 由於遠程工作的靈活性 搬家的人數更大幅增加 而根據Redfin的最新研究 洛杉磯居民的下一站目的地 主要是集中在拉斯維加斯和聖地牙哥這兩個城市 在拉斯維加斯截至2022年11月 房價中位數為425,000 但洛杉磯11月份的房價中值已達到954,270 幾乎是拉斯維加斯的兩倍多 搬到這裏 不僅是娛樂美食應有盡有 還不需要昂貴的生活成本和周所得稅 何樂而不為呢? 雖然聖地牙哥的房價很接近洛杉磯 為95415,000 但這裏卻能夠提供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尤其可以逃離洛杉磯快自走的生活 和賭到令人崩潰的交通 在一份總結裏顯示 大家喜歡逃離城市 包括華盛頓州的西雅圖 緬恩州的波特蘭 威斯康星州的密爾霍基 俄赫俄州的克里夫蘭 伊利諾伊州的芝加哥等等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正在收聽節目的你 想要逃離現在的城市嗎? 如果想的話 你的第一個目的地又在哪裏呢? 好了,以上就是今期 美國零距離節目的所有內容 多謝各位聽眾朋友收聽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